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我們剛好 今天有一個好智慧 好 爸爸剛才準備 床位煞氣 盡讓爸爸一病就是八年 究竟久病不遇的元凶 要怎麼看 爸爸後來是身體的 對 越來越差 真的越來越 對 是多少 八年 真的 他是不是住在這一間的時候 就已經有什麼徵兆了 一般人從 其實很容易產生一個 氣虛的現象 讓你的精神 還有你的養分 好像常常會這樣卸掉 我想常常來這邊睡 用心理的 委託人的家裡 竟然有很多 讓人花錢不手軟的格局 也讓他十分曖昧 而金晶布景氣當頭 究竟要如何固守財庫呢 難得今天可以早點收工 結果怎麼到現在還沒來 而且天氣好熱 對 好棒 對 馬上 我過去需要考這個 不好意思 你知道那個 櫻峰廣場在大特匠 所以我覺得 就買了很多東西 我想說今天既然真的來 我就先寄託委託人那邊好了 你覺得要我快買 你連出外景都還可以先去買東西 你真的愛買 我真取時間 你知不知道 櫻峰廣場的東西都貴 他真的 打個特價就差很多了 我知道 可是以你的個性 你這樣真的算客氣 還買得少的 你怎麼 來 這邊 那個委託人家可以放 請我放下 這個 你買什麼 這兩個枕頭 特價品 你知道嗎 而且是限量的 限量在特價 你知道我多難得嗎 我懂 而且我本來還要搶那個 你知道嗎 蝙蝠俠 結果蝙蝠俠被買掉了 而且你看 其實這個用意是這樣子的 對 你看人家多厲害 對不對 對 你看人家在家裡 那你小孩玩 你看人家多好玩 真的 真的 兩顆才299 對不對 便宜 然後你不怕我多買幾顆 你這要錢 有什麼 我跟你講 這一個 這不得了 這個娃娃 你知道嗎 它是限量的 這有用嗎 限量的 你知道它珍貴在哪兒嗎 我知道 應該是有刺繡 要孝順 有紀念的意思 胸有技工 錯 是這一戳 這真的是很珍貴 小心 誰 別問 有珊珊的 聽說它的特別處理 有去離子燙 你看 有 真的滿難的 真的 所以這是不是要買 這個 對 再來這一個 我跟你講 這一個 這個腳踏車 是不是就是寫著 我女兒的名字 這叫 特價 可是你的腳踏車 很難停 因為它 這怎麼騎 不好意思 你知道外面 一台5萬多塊的腳踏車 都是沒有腳架 什麼意思 那怎麼停 騎到這邊就 好想買個飲料喝 可是好像也沒有腳踏 它就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停 多方便 你知道萬塊的都是這樣停的 OK 你真的 我覺得你真的健廣太狹隘 你的健室太狹隘了 我真的應該要去 一封廣場走一個 我真的太久沒買東西了 太開心了 今天買成這樣子 我真的好開心 而且接下來 我還要再換電話 還有一個包包 剛進來 好 我想聽了 老師 你可以告訴我們 為什麼有一些人 他就是會 忍不住地有購買慾 然後什麼都想買 克制不住自己 換你比較 不好意思 多還是 都是瞎貨 你這腰帶很慢 好了 對 這確實跟他居住的 風水有關係 就是風 就是不是一般的風水 就是風 這個風 因為有點私心風 為什麼 因為其實有些風水的格局 會造成他忍不住的一個購買慾 而且他很會賺錢 但是他也很會花錢 所以這個購物慾 會讓他產生這樣的一個慈喪 所以老公們 不要再怪你身旁的老婆 我愛買東西的 一切都是你家的風水 有問題 真的 後來是因為我風水有問題 所以我才買人這樣子 都是風水 都是風水 我們今天趕快來 天啊 我現在離開 櫻風工廠 我買了什麼東西 就這麼多 今天把你的床 都還要慌了 我跟你講 我真的要風水的問題 對 好 我去看看有什麼風水 可以讓自己少買一點 或者是至少買在刀口上 沒錯 不要亂買瞎買 沒錯 常常亂買東西 可能是風水造成的 也可能是被購物專家給慫恿了 沒錯 今天的委託人 就是購物專家雨鵬 家裡的口舌煞氣 讓他和家人鬧不和 如今房子沒了人氣 只剩他一個人顧零零的住 除此之外 家裡的照音煞氣 更讓他的運勢受到考驗 究竟老師會怎麼教我們 提升家裡的人氣和陽氣呢 我還沒聽到 我已經聽到了 雖然他很厲害 我們先鋒 對 兩位好 黑真好 大家非常熟悉的購物專家 是 而且整個現在兩片瘦就更帥 他來這裡瘦很多 是來這裡才瘦嗎 對 是都走上山的 好上山 他來這裡要走好遠 你先考慮說要搬過來 你可以在這邊瘦多好 是 一定會瘦的 好 但是身體可以瘦 身材要瘦 但荷包不能瘦 對 他瘦殘了 對 你這樣挖髮 很瘦 荷包瘦的人也會瘦 你的購物 你平均那一個月 你製妝費要挖多少錢 我應該這樣講 一個月大概消費10萬塊 就是 蜜莉拉全部買下來 是 買包包都不錯 因為有些女生 比如說她可能一個月或是一年 她可以扣打是買幾個包 你有這些扣打嗎 也有 可是男生的包不像女生那麼流行 可以一直出來 他出來的包包都價格會比較高 所以一季應該也會就 下手一兩個這樣子 對 一個就要留位數 對 老師 怎麼辦 跟我參加 每天在介紹這些東西 然後他自己就會深深的背心 他一直買不是辦法 我覺得這樣是很有說服力 因為你要叫大家買 你自己先買了 就表示這東西真的好 你要把那個熱情 我也畫了這樣合理畫的 我也是 可是我們今天來到 是一個享樂屋 我覺得享受人生是沒有罪的 但是花過頭 讓自己生活緊縮 這就是有點辛苦的 我們要如何看風水呢 其實我們一進來就可以發現 它是 怎麼看 怎麼看 我覺得他很氣派 而且你看看這個人有多愛錢 你看高旋班的布局 就一直出去要咬錢 你看有四肌 咬錢 你看 咬急跟貧修 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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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寶盆 一運去全保 褲也做好 對 怎麼守不住 他確實養了很多貧修 把他燒了很多的殘 但是他的貧修也幫他破了很大殘 怎樣說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一進門之後 我們先講第一個殺氣 就是讓他忍不住花錢的殺氣 就是第一個自命禁止 對 就是開門見進 這是很典型的 你的禁止只能放你的左右兩邊 但是你不可以幫他正對大門 因為正對大門 第一個你會讓你的大門 變為兩個門 而且他這個公寓 又是一個門對門的格局 所以他這個門是雙倍的 所以會一直想出門 第一個會一直想出門 第一個會想出門 確實會待不住 第二個他會形成什麼呢 會形成就是說他花錢的慾望 還有他口舌是非的問題 會特別多 所以說這一個問題 一定要把它解決掉 就是那個禁止就是不能罩門就對了 風格上就是一個大型 而且禁止罩門會嚇跑柴生葉 然後開門又見這個梁了 表示說壓力的來源 雖然你花錢花得多感覺很爽 但是你是在紓壓 有時候我跟妳講 真的有時候你不是花錢花得爽 有時候我真的 對不對 然後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 明明跟店員在說 你是不是在旁邊簽名 因為簽名簽到什麼酸吧 就會覺得還有一些粉絲也再來 因為就是有時候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買這些東西 但是好像就是 行屍走路的班的在買 對 而且他買的東西都會有一個理由 告訴自己說我一定要買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開門見這個梁了 表示說其實你自己生活上的壓力 也是滿大的 譬如說工作上的壓力 家庭的壓力 導致於你自己的消費的慾望 會特別地強 然後又加上這個格局 那我們來講的話 其實它有很多的開運的一個擺建 對 開運擺建來講的話 那又有聚寶盆 聚寶盆是手採 其實我們應該要分門別類 把它做一個那個 不是說擺放的位置 怎麼分 你是全部放在一起就好就對了 對 不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一般觀眾朋友 你要知道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招採的話 你擺到門口 擺到玄關是對的 因為你要對著大門 把這個採給咬進來 是 像這樣的聚寶盆 你應該要把它放在比較角落的位置 譬如說明柴位 或是說你知道 你加一個真正的柴位在哪邊 你可以擺到柴位 因為聚寶 你要把這個柴器給聚起來 所以這個聚寶盆 你應該把它放在你的明柴位 會更好 包含金凍營士 金凍跟聚寶盆放在柴位 平修是放在這裡可以出去咬錢 對 那聚寶盆呢 禪植也是放這個地方 因為咬柴的地方 那靜子呢 靜子當然就是你可以對到 你可以擺到側邊 它這個上面要掛什麼 梁的部分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擺水晶柱 會更好 在這個地方 就擺兩個水晶柱把它頂起來 然後我們之前有講過 頂天的彌勒佛 也是可以把這個梁殺給劃解掉 要放什麼先後順序嗎 先後順序來講的話就是說 因為這邊地方還是招柴為主 所以你就以招柴就是 貧修正柴為主 因為貧修它是一個 帶兵打仗的將軍 它是幫你招政柴的 這個殘除是招偏財的 所以你應該是在 這樣會更好 貧修前殘除後 這樣子很厲害 其實我覺得有點預算話 很多人在玄關的時候 會做一個造景的櫃子 然後打個燈 它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 把這個梁藏起來了 可以 例如說 它如果利用裝潢的原力的話 它可以馬上做一個間接造明 然後上面打氣盞燈的話 其實你的玄關可以很亮 很亮 而且有貴人運 那一跑的時候 有人進門它就會立刻亮的那一種 有 感音似的 對 感音似的 這也是一個破解的方法 或者是你沒事讓它一直這樣 一直 自己亮 就一財神來了 好 門口的兩大煞氣 構成了購物欲風水 也就是開門漸進 容易造成漏彩 而開門漸涼 會讓人感到壓力 兩者合起來 就容易讓人想藉由購物來紓壓 所以鏡子最好移走 避免針對大門 另外化解涼煞 除了擺放水晶柱 或定天彌勒之外 預算夠的話 也可以將涼改成間接照明 以照亮名堂 提升貴人 它這個地方可以看出 它的口舌是非的問題 也是非常大的 第一個開門漸進 你有沒有發現它這個玄關 它就開了好幾個門 對 可是它也不是說一開門就看到 它也是要進來才 這邊一個門 兩個門 然後後面好像還有鞋櫃的門 對 鞋櫃 你看 它光一個玄關的空間 就有包含大門一個 然後還有這邊一個門 兩個 三個 然後加上鏡子反射 等於有四個門 所以說這個地方太多的門 表示什麼 表示 也會有 然後出外的口舌是非 也會產生 真的 真的 現在家裡回來住好多個人 逗到四個門 嚴重口舌炸氣 盡讓家庭奔崩離析 客廳主牆經濟 好友都變損友了 是不是你特別 就是前面 這個地方太多的門 表示什麼 表示 也會有 然後出外的口舌是非 也會產生 真的 現在 家裡回來住好多個人 逗到 真的 因為 單位可以看 就是 兄弟姐妹之間 問爹 為什麼 問什麼事 應該這樣講 因為我們家都 職業軍人 我哥哥也職業軍人 弟弟也職業軍人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在購物台工作 我又有 今天才隔壁台的工作 所以我們收入比較好 有時候就是 武藝中 其實就是會 講話比較大聲 然後慢慢就跟大家 真的 真的疏離好遠 這個屋子現在只剩我一個 所以你得到了錢 那是失去的家人 對不對 我連 像之前過年 一個小小的年菜 都會吵架 然後就都沒回去過年 這也太嚴重了吧 對 其實我們常講 家和萬事心 你賺到 賺到太多的財富 其實你家裡失和的話 其實這個財富是留不住的 你要記得這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無論風水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十戒 其中一戒就是你的 一定要修口德 不管你賺多錢 你一驕傲之後 反而這些都會 對待的財富完全沒有 沒錯 所以你看一進門 口舌是非的問題 家裡內鬥的問題 一定要改善 可是老師我問一個問題 他這已經固定 那我要怎麼去劃結 其實你看你的裝潢 還有包含你自己的 這個生活上的品位 都這麼夠的情況下 其實你應該要利用 就是說裝潢 把它做成隱藏式的門 如果你家裡的房間或空間 確實有這麼多的門 如果你覺得裝門簾 會破壞你的裝潢 那你一定要用一個隱藏式的 多利用這樣的裝潢 把它破解 其實就可以把這個行煞 化解掉 對 其實它好像 有點別有洞片的樣子 對啊 你一進來 它等於是就已經 對 你看那邊的門 超多的 可是以前的房子 就是都是這樣子 一進來一個走道 就每一間房間都在裡面 那它這樣有影響嗎 因為它其實一看 也可以看到裡面的門 是啊 所以一開門 我們看玄關就有四個門 然後一進來客廳這個空間 又有那麼多的門 完全都是外露的 外放的 然後這是口實是非的影響 然後再來造成它第二個 享樂 控制不出慾望的 就是這一個地方了 對 它這個地方很詭異 因為它又不是 它又不是一個廚房 它又不是廚房 它就只是一個 這個不知道你創什麼 就是一個小吧檯 就是一個吧檯 對 它是吧檯 它這樣子 怎麼了嗎 為什麼它 就是因為它這是一個 把餐桌代替 對 沒錯 這個是吧檯兼餐廳 所以它的餐桌發到這個地方 而且比大門最近 所以它的貢獻就是從 所以就是享樂 我們之前有講過 如果開門見散的話 不利家裡的男生 因為家裡的男生